今時財經 點時成精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外資大量湧向A股 半個月的規模就已經超過去年全年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說 中國今年實現整體信號展 劉鶴也表示推動共同富裕 外商企業家將會發揮發動機作用 中華要談的是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不斷提高對外開放質量 日元跌穿130水平 日本央行說 下半年通脹將會放緩 倒是會毫不猶豫地加碼寬鬆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 達沃斯論壇當中強調 中國今年會實現整體性好轉 而華爾街日報就說 在達沃斯論壇與會的嘉賓們 普遍都看好中國重新開放之後的前景 我們從股市的動向更可以看到 其實資金早已經佈局了 最近這半個月資金大量從港股 還有從外資流到了A股 那麼半個月之內已經超過了900億元 加起來的話可能超過去年全年 從股市表現看起來 內地股市今天震盪盤整 曝升兩市早盤集體高開之後 平盤線附近小幅波動 最終兩市以些微弱勢的升市守住紅盤 成交縮量到6000億元水平 北向資金繼續流入 竟買入47億元 今天上陣宗指最高是3234點 收盤的時候3224點 微升不到1點 升成指小升10點 超越班指數收在平盤線下方 外資半個月爆買A股 人民幣已經超過了900億元以上 整體規模超過去年全年 我們今天算下來的話 也就是1月以來 近買入A股的總額 擴大到將近950億元 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的900.2億元 也超過2014年 2015年 2016年的全年近買入總額 北向資金1月以來增持66個行業 其中釀酒行業居首 近買入金額超過了18億元 北向資金減持34個行業 其中電力行業最多 在港股表現方面 今天反覆靠穩 蓝筹股戶建漲跌 澳門博彩股表現超前 遊戲貨幣的網易 大漲超過6% 恒生指數收盤上升10點 爆21678點 漲幅0.47% 國企指數升0.36% 恒生科技股指數升24點 主板成交1278億港元 日本股市大漲2.5% 到一個月來的新高 在匯價表現方面 人民幣的在岸和離岸價 今天在6.78到6.76之間 收盤的時候在上升29個基点 爆6.7623 渣打銀行估計 人民幣的第一季度 預測會到6.7 也就是從之前的7.05的水平 調高到6.7 但是由於農曆新年之後 季節因素減弱 他們認為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人民幣會轉弱到6.8 年底會回升到6.75 其實從整個全球資金看起來 華爾街日報已經這麼說了 投資者減少對美國股市的壓注 轉而尋求歐洲和新興市場的回報 說華爾街把對美國股市的配置 削減到17年來的最低水平 數字顯示 1月份有39%的資產配置 對美國股票值減持立場 高於12月份的12% 還有個分析說 大行說中國解封帶動了新興市場 彭博綜合多名策略師和基金經理的分析指出 隨著中國在去年底 回復有力增長的政策 全球資產前景看竅 包括了中國股市可能會上升20% 油價可能會重上100美元 而同價成交可能會 同價的價格可能會突破1萬美元 新興市場股票還有一些亞洲貨幣 也很可能會受惠 那麼中國經濟活動逐步恢復 國民超過8360億美元的超額儲蓄 有望得到釋放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中國民眾的荷包 什麼時候這個消費情力能夠釋放出來 當市場這種看好中國的情緒 不只是在轉好甚至帶點興奮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中國在提振內部的消費 當中逐步的加溫 比如說在央行方面維持市場流動性的穩定 甚至是相對的充裕 還有一些城市已經開始發放消費券 包括K區購買汽車 中國央行在星期三早間公告 為了對沖政府債券發行缴款 現金投放等因素的影響 維護春節前流動性平穩 開展5800億元逆回購操作 逆回購口徑竟投放5150億元 已經是連續第六天進投放 算下來是星期二進投放5040億元 星期一是1540億元 累計看起來上個星期央行 也通過逆回購實現進投放2130億元 而人民日報報導說 政策紅包密集釋放汽車消費券 助力擴內需 說天津 瀋陽 鄭州 濟南 三亞 南昌等等地方 陸續出台汽車消費促進政策 其中發放汽車消費券是一種重要的方式 因為汽車市場可以在未來拉動 內需當中發揮更加顯著的作用 至於在上海方面 也是有這樣煙火氣回歸的氣氛 而浙江也宣布在春節前後 會派發16億元消費券 中國農曆新年將至上海各大商場 都換上了兔年的新裝吸引眼球 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商場 負責人表示 內地防疫措施優化後 客流規模穩步增長 但要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仍需時日 為此商場開展了多項促銷活動 吸引民眾購物消費 從一月份元旦以後 客流量是整個商場有一個大幅度的增長 上週有一個品牌的活動 實際上這個活動 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人氣 基本上要超過和12月份持平 在線下的話就是可以試穿 然後試一下的話會買得比較放心 因為在網上買衣服 可能會有退換的問題 還會加長購買的時長 快過年了 帶孩子老婆添置一點新衣服 近年來到上海旅行跨年 成為一種消費性時尚 有業內人士表示 隨著新冠感染高峰回落 新年假期的酒店預定量 也呈現明顯增長 那麼酒店的復甦呢 現在應該說 在這個年底的時候 酒店有很多人要跨年 那麼在這個時候 實際上酒店的入住率 還是相對還是比較高的 在春節期間 可能還有這樣一波這個酒店的入住 因為大家過年 還是想有這樣的一個氛圍嘛 大家團聚 那麼用這個酒店 這種消費的形式 來過中國年 對比購物消費 餐飲消費已經恢復火爆 各大商場的餐飲區 高峰時段已經出現了 大排長龍的景象 而上海大部分餐廳的年夜飯 預定也已經近乎滿位 鳳凡衛視黃大亮獎章 顏和超上海報道 報道說最近在春節前後 面對消費者的熱情 汽車企業也積極響應 搶抓汽車消費券帶來的商機 是的 我們看到呢 在前段時間 特斯拉宣布在中國內地的 汽車銷售降價 甚至超過了一成之後呢 中國本土產的電動汽車 也開始降降 這個市場真的是要積極地去搶佔了 比如說像小鹏汽車 小鹏汽車加入了這個減價站的戰團 在星期二已經把G3i P5和P7 三款車型降價 下調2到3.6萬元人民幣 減幅大概是10%到13%左右 過去一年他們說已經訂購 相關車型的首任車主 也都可以獲得回饋 包含整體質量保證和車輛保養 但是這樣的降價呢 使得小鹏汽車的股價受壓 今天已經跌到了36.4 那麼在這個月6號 宣布降價的特斯拉 如果說是從1月9號以來 這一個星期的話 每一天平均銷量超過12000輛 按年增長76% 但這段時間之內 中國整體汽車銷量按年下跌超過一成四 這個特斯拉的銷量上漲 是根據招銀國際匯辯的數字顯示了 特斯拉在這個6月6號開始 將兩項車型的售價下調6%到13.5% 在特斯拉宣布降價之後 我們看到小鹏汽車等新能源車企 也開始降價應對 如果說從全球汽車業電動化的 心理成備看起來 去年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全球去年全球電動車的這個銷量 大約有780萬輛 上升68%左右 占整體汽車銷售第一次突破了10% 去年全球電動車賣780輛的時候 其實整體汽車是在下降的 不過中國電動汽車跑贏了外國品牌 這篇金融時報的報導說 像是比亞迪、小鹏、理想汽車和未來等 本土品牌的電動汽車 越來越受到中國消費者的喜愛 這樣的一個變化使得 依賴中國這個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的中國 對於外企來說好像他們的空間越來越小 也就是外資品牌在中國還有空間 但是本土汽車品牌價格下降 很多汽車還沒有盈利 自己本身是不是也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個降價就意味著是肉搏戰 你看這個特斯拉降了之後 它降的這個幅度很大 但是它賣的也很好 就是一天可以賣一萬兩千輛 這個是個什麼概念 因為有的地方 印度說它還在搞什麼電動車 它去年就賣兩萬五千輛 全年整個印度跟中國一樣多的人 電動車 所以就是現在我們就展望一下 在今年肯定是肉搏戰 性價比 然後中國這些企業已經站穩腳跟了 無論是比亞迪這樣的 還是傳統的車當中 傳統車企當中的新能源車 還是造車新勢力全部張穩腳跟 那麼最後就是拼規模 拼技術 這個技術也包括就是你的續航能力 像這個硬的技術 還有新的比如說你的自動駕駛 或者輔助駕駛 到底有多快 所以從這個上看 中國在全球的新能源車 特別是電動車的發展當中 是一個銀匠 全世界線都看到了 你看去年的產量 中國佔的比重 是遠遠超過一半 在未來這段時間到底怎麼辦 可能美國很著急 特別著急在北美打造這個 從所謂的開礦開始 一直到整個車要巨額的補貼 每一輛補7500美元 就最多可以補那麼多 所以特斯拉它原來是享受完了 現在還可以繼續去享受 但從總的情況來看 如果說中國通過這個降價 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而且成本和效益 比你要高得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現在預判可能大概兩到三年 拜登這3690億的補貼法案 可能就失敗了 等它下台的時候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到這個話題 那麼從我們節目一開始的 股市現在外資這麼多的金額流進來 半個月已經有900億人民幣以上了 再加上春節前消費市場非常的熱烈 還有這個汽車市場的購物券 消費券這樣等等的字跡上來 中國市場確實是在大幅度的回暖 那麼從這樣一個氣氛 我們就要來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在達沃斯論壇當中的談話 特別談到了這個整個市場當中 中國今年會整體性的好轉 《華爾街日報》這麼說 達沃斯勒世界經濟論壇參會者 看好中國重新開放之後的前景 在一場名為《中國發展新篇章》的 專題會議當中說 對於快速取消動態清零抗議政策的中國 發言者們對於中國經濟前景做出樂觀預測 包括了協成集團首席執行官孫傑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生 亞洲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陸克文 都對中國前景表示信心 陸克文說 今年中國如果取得更強增長 對世界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歐洲面臨經濟衰退的挑戰 美國是軟著陸還硬著陸還不確定的 陸克文也說 如果中國今年取得良好增長 實現5%或5%以上的增速 實際上會支撐未來一年的全球增長 而國務運副總理劉鶴 就在論壇當中指出 經濟增速達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的事件 他預計今年進口會明顯增加 企業會加大投資力度 居民消費可以回歸常態 總體來說 今年會實現整體性的豪展 他也向大會特別強調 中國必須要堅持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 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現在有人說中國要搞計劃經濟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國人民是不會走這條路的 我們要堅定不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 我們要保護競爭 反對壟斷 保護產權 去年樓市也拖累了中國經濟增長 那麼對於樓市的問題 副總理劉鶴說 地產仍然是中國經濟支柱產業 說中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特別是房地產業相關風險的情況 而房地產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所以這個領域的風險如果處置不當 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必須要及時干預 通過多項果斷措施 市場供求關係明顯改善 我們針對涉及全國188萬居民的2600個 已交付付款 但未交付使用的項目 從保交樓入手加以干預 從而避免了市場的恐慌 改善房地產企業的流動性 主要包括提供商業銀行貸款 為房企發債提供必要的擔保 放鬆在房地產市場過熱期間 採取的一些管制的舉策 聯合副總理也在現場向全世界說明了 中國推動共同富裕的考慮 下期回來我們來分析這個話題 歡迎回到金石財經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達沃斯的 特別致詞當中 向大會講了三點 外界其實這幾年來很關注的幾個重點 包括了像是國內國際雙循環 還有共同富裕的問題 劉鶴在大會當中這麼說 在這裡我想要再簡要地介紹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中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特別是房地產業相關風險的情況 第二是中國促進經濟雙循環的考量 第三是中國推動共同富裕的考慮 那麼關於中國正在加快構建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也會說順暢的國內雙循環 國內循環要加強國際分工和合作 擴大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 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他說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 必須對外開放 不斷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 反對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 這都是中國反對的 要全面加強國際合作 談到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共同富裕 是中國提出的重要社會發展目標 也是實現中國長治久安的歷史性任務 他說這個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中國講的共同富裕 強調的是避免兩極分化 最終還是要靠共同發展 靠每個人的艱苦奮鬥和勤勞致富 絕不是搞平均主義和福利主義 他說隨著中國發展 全體國民富裕程度將不斷提高 但任何情況下 人們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 都將存在一定差異 也就是說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 但結果還是不一樣的 李河表示 在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過程中 包括外商在內的企業家 都發揮發動機的重要作用 因為他們是社會財富 創造的關鍵要素 如果沒有財富的逐步積累 共同富裕就成了 無緣之水 無木之本 歐洲對於美國通脹法案 這個事情非常的反感 歐盟雖然是美國的盟友 但是涉及到根本利益的問題 歐盟現在做出了一個強烈的反擊 歐盟提出綠色主張 來對抗美國的降低通脹法案 歐盟將會暫時淡化國家援助法規 並且向戰略性氣候友好型企業 注入資金 這標誌著歐盟和美國 在立法上面的一個較量 歐盟委員會主席弗德倫恩 在達沃斯表示 歐盟會制定相關法律 並且提供資金支持 繼續向歐盟的產業基地投資 防止企業將新產能轉到美國 為了保安防疫情 在歐盟的利益 這因此我們會提供 要照顧及保安保安法 快速度和更加進化 更加進化 逢德拉恩大达沃斯讲话的同一天 欧盟成员国经济和财政部长 就在布鲁萨尔召开会议 重点讨论的就是应对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问题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齐斯基说 欧盟已经就削减通胀法案 向美国表达了担忧 并在这个问题上 向美国阐述欧盟立场 欧盟不能无视欧洲企业和投资 受到损害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在同一天也说 美国高度重视欧盟 对美国绿色补贴法的担忧 并强调回应欧盟这方面的关切 是美国的最优先事项 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就表示 欧盟需要和中国在清洁技术方面 开展合作和贸易 并推动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不是寻求在跟这个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脱钩 同样是在对于所谓的清洁 或者是电动车相关的一些 这个清洁方面的这个补贴 冯德兰批评美国 也批评了中国 但强调是不需要跟中国脱钩 不跟中国脱钩 不只是冯德兰的说法 也是荷兰外贸大臣的说法 荷兰外贸跟发展大臣 施赖纳马赫尔15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荷兰不会草率接受美国 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 实施的新限制 施赖纳马赫尔指出 跟中国脱钩是一种幻想 荷兰首相旅特17号到访美国 跟拜登总统在白宫 总统原型办公室会晤 拜登这个时候 说服荷兰要进一步限制 对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 居然是成为双方的对话焦点 其实双方的界面呢 本来是聚焦如何进一步援助乌克兰 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但是拜登却把焦点放到了 对中国的所谓的关键技术 供应链安全等等的问题 日元今天曾经跌到了131以下 主要是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普遍 同时甚至还表示说 可能在接下来不排除会加码货币宽松 出乎市场的意料 美元会价今天在102的水平 日元对美元曾经低见131.5 下午回到了129.7 日本央行在星期三结束 一连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以致决定维持短期利率 目标在负0.1里 收益率曲线控制目标不变 同时保持10年期公债收益率目标 在接近零水平 当局也没有改变10年期公债收益率的 波动区间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说 他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 收益区间 他也说会进行灵活的市场操作 现在重要的是支持经济 并且鼓励企业提高工资 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0.5%上方的走势不会继续 最终是创造一个企业 可以加薪的环境 继续寻求稳定的通胀 与工资增长 表示会继续保持宽松政策 实现可持续的价格目标 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加码宽松 在全球现在的货币政策 不知道如何应对通胀的时候 中国的通胀是温和的 那么今年的经济该怎么走 我们会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 我想这次达沃斯论台 不管它的主题设定 还有各方来这里 都有自己的谈话的目的 但是中国通过刘鹤副总理 这个讲话给全世界 本来就已经对中国 非常友好的市场氛围 又加了一个码 为什么那么友好 刚才咱们的先门就报了 这个从新年开始到现在 进入股市的基金有多少 还有汇率等等 但是大家还是很关注 政策到底怎么走 所以从刘鹤副总理的这个讲话 包括他的问答 市场上所有关注的点 可以看出他是精心做了准备的 包括像刚才咱们重点报的 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房地产的问题到底怎么看 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 他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发展是第一要务 然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前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发展是第一要务可以 但是它是不是中心 因为所谓的中心就是 所有事情是围绕他转的 你光是第一还不行 光是第一就是说 你有第二的第三的 但是有时候要权衡一下 但是那中心的话 那些其他的事情 是为了实现这个中心而做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看到林荤副总理是专门针对 在这个市场里面 那个深层次的那个思维里头 大家关心的问题 当然就是在这个上面 就会要坚持对外开放 这是外国投资者 或者是外部最关心的 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但是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 又不是我们简单的理解 教科书上说的 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大家怎么怎么样 而是它肯定是要保障 在中国这个大型经济体当中 它的安全的情况下 来进一步对外开放 这就是涉及到它的质量 就是它必然是在发展 安全当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在这上边去进一步对外开放 去放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 对全世界的吸引力 所以很多时候 不能够按照单线的思维 一个小国家 或者一个小城市对外开放 比如斯小龙 它对外开放是怎么样的 中国就要走这条路 其实不是的 中国它必然有一个特殊的 对外开放的道路 其实只要坚持了 已经今天是为中心 过去4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 今后还是这么走下去 最后在这里建议一个观众 我们可以再去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达沃斯论坛的致辞全文 好好地研究一下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